浙江清华横店影视城 占地总面积达5万多亩 是中国规模最大的影视体验度假区 国家5A级旅游景区 全球规模最大的影视拍摄基地 被称为中国好莱坞 如今的横店有点新变化 在民众几乎随时随地刷视频的时代下 这里已成为不少短剧小程序剧的诞生地 今年数评剧在横店成为了风口 近日记者走访了横店影视城 来到都市题材场景为主的青芒果片场 当天有6个剧组正在此拍摄数屏的小程序剧 采访中其负责人许先生告诉记者 他是从今年3月份开始接触小程序剧的 应市场的需求 整栋楼共打造了16个场景 可共15个剧组同时拍摄 现在平均每周有20几个剧组在此拍摄 各场景预定排期已经到了年底 我是其实从上月份才开始接小程序的 以前我们都接一些剧啊 接一些广告拍摄比较多 当时因为小程序来找我们的比较多 要这些场景 所以我们就按照那种剧的要求 去打造小程序的片场 封口绝对是一个封口 因为很多包括我们一些其他的平台 包括以前做影视这块的影视从业人员 比较专业的人员 他们也进入到这个可以说是赛道啊 然后发展的话会情景也会比较好 导演高原涉足影视行业已有三十几年 之前从事电影导演多年 今年经朋友介绍开始加入到数据的赛道 他向记者阐释了数据的特色亮点 目前越来越多院线级的导演演员专业人士 都纷纷进入这个新领域 那他里面第一个从剧本结构来说 他密度更高刺激更大 但是呢真正讲故事的方式方法 更接近于院线而不接近于 网大和我们看到的网络剧 他做了一个单篇收费 对内容的需求和精准性 包括他的品质性 大家可以来用钱来做选择 情况下他可能对院线的票房都是挑战 当下极具影视企业1900多家 累计接待剧组超4000个 日均活跃从业者上万名的横店 开始涉足短剧文娱创新 聚焦创作前沿等多元内容 和导演高原一样 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的马浩元 作为科班专业演员 他觉得目前竖评剧是趋势 演员和市场正好互相需求 竖评的这个剧是从去年开始接触的 因为一开始我说句实话 它可能刚开始流行这个 它一开始的那个剧本就偏狗血一点 可以知道吗 但是现在慢慢慢慢 它变成了一个整个一个趋势 它越来越专业化 小程序剧出来以后 它会给更多的这个演员一些从业的机会 不像原来拍电影电视剧 它偏少 你像咱们横店现在好多大部分地方都是拍这种小程序剧的 所以好多这个演员可能也就是有这样的一个互相的一个需求了吧 如其所言 网络电影短剧小程序剧让更多新人演员进入大众视野 得以展露头角 也满足了观众碎片化的娱乐文化需求 横店得益于实景基地丰富 所需道具齐全等产业链优势 受到大型剧组青睐的同时 也兼顾短剧小程序剧产业的繁荣 一个就是短剧必然会进入IP化 因为就像我们的影视作品一样的 电影本身是120年 它已经形成它的一个娱乐方向 它不因为你的屏幕竖的还是横的 屏幕大还是小而改变 第二个呢 题材会越来越精致 因为现在的年轻人 他的时间是比较紧凑的 他们每天上下班都是非常非常的紧张 那么他们的时间都是碎片化的 所以这个短剧 它的时间是呈现在一两分钟那么一起 那么他的碎片化时间去看的话是够的 我们刚签下来20部连拍 今年呢肯定就是说 已经年底的肯定是拍不完的 然后明年我们继续 就是把这20部要完成